啊 今晚上只有我一個人了 哎 越想越心塞 只有餓了一個人 你們 貴妃去北京了 然後 秘書她去上健身課 這個樣子 BGM也沒有很小一點 其實我覺得BGM就有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 今天只有我一個人嘛 放一點點的背景音樂 這樣子不會顯得那麼孤單 其實一想想 以前的時候 你們貴妃跟秘書沒有來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人啦 也是經常繞那種四五個小時 七八個小時內 但是現在也是自己一個人 可能就兩個鐘 還是會有一種 就是不太習慣的 那種感覺 因為已經 所以我才說啊 呃 你一個人習慣了 你突然間有人陪你的以後 她再衝你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寂寞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還不要啊 所以我就說跟談戀愛一樣 你們要是沒有做好說的 戀愛啊 或者結婚什麼之類的時候 我就不要 就不要 就嘗試 因為你 寂寞這種東西 你一旦適應喔 或是怎樣 其實你也很享受 只有你一個人的時間的 但是如果說有一個人在 你的習慣性的一個範圍 你習慣了或者是接納她進這個範圍的以後 呃 她突然間的一個抽離 或是怎樣 你會有各樣的一個不適應 所以今晚上是 準備聊9點啦 呃 我看情況欸 我看情況欸 呃 大概率還是10點 或者10點半下呀 什麼 而且 俊子送了好多奶茶 給亨電各大俊子 啊 有時候 我這個 我有看到她沒有給我發的 我發現有一些人被害妄想 真的好恐怖啊 他們不是在傳你爸 去給送別人奶茶的時候 什麼水俗性什麼之類的 要給別人帶去厄運什麼之類的嗎 我覺得要是 君君真的有這種本事 趕緊把他們全都給弄死 好不好 君 你要有這個能力 能不能把那些醜逼的給我弄死啊 真的是 就是 霧燃世界浪費兩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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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 居然你要是有這能力 第一個能不能把那個 頂流給給我弄掉啊 太醜了 影響四勇 也 我也沒那麼很 就是 把他給 就是 貪皇上醒來 不要再 讓我再看到 醜逼了 對啊 真的也就是 做個人情啊 或是怎樣 送的奶茶要怎樣了吧 關鍵是 是送的 裡面都有認輸的人嗎 都不正常嗎 對啊 也不要 主要是不想厚此 魔比 所以乾脆都請了呀 你們想想看 現在其實 那個橫店那邊的 就是他認識的 巨主好幾個巨主都在那邊 你送了這個的話 你乾脆就 就 就不要厚此 魔比好不好 你怎麼又 不知道他們在 私下面的時候 在 在調侃 欸你怎麼請他 不請我們呢 然後乾脆都請了 是不是 巨嘴家還說 巨主在 添 歡瑞才 送的 為什麼要添歡瑞啊 添他虧錢嗎 去拿 放水淹死他們 算了 我現在是 不比希望 歡瑞在 歡瑞倒壁 小明哥今天會請拿 然後 阿小明哥這個人 這個人 其實還行嘛 就 沒 就是 教主這個人 教主這個人 怎麼講呢 就 各方面都還好 就還好而已 但是也沒有說是那種 非常好的那種 就是 這個人你說壞嗎 也不壞 就這樣 就你說這人壞嗎 也不壞 但是你說很好嗎 就是 也沒好那去欸 就是 我覺得這個人是 可以相處的 但是沒有必要生交這種 所以就是我覺得 俊俊跟他維持這種 就是這種認識的關係 挺好的呀 就只送歡瑞的編劇 露光和老闆 中 中什麼的 送的 送的 什麼 什麼 沒有 我是覺得 有時候是 可能我們表面上面看的就是 大家有在喝奶茶 那有沒有想過有可能是 呃 我請了這個劇組 然後因為大家彼此認識嘛 就調侃啊 啊 你怎麼請他不請我們 然後乾脆都請了 有沒有可能是這種 就是很淺顯 有非常 有非常 是很簡單的一個理由 然後被一些 就是這些粉絲 就是加以想像 然後各種方面的 擴大想像 各種的那種 什麼亂七八糟都來了 所以都在等著看 啥時候收手 收手 收手 他不是有劇 剛拍完嗎 怎麼又又進了嗎 就收手 又有劇 看來他還是說還在那邊拍的 我覺得 我覺得 如果說收手 他沒有在的話 應該嚴肅嘛 不然 你的劍賣道成這種程度 我是收手 我也有意見了 什麼 面子工廠是要做的啊 不是收手又有劇 在橫天了嗎 還是說又新開了 不在了 新劇在海南 所以我就說 因為不在吧 就沒有理由這種 表面功功怎麼做啊 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 有可能 真的就是一個 就是他送了 送了 這個劇組 然後 因為 現在在橫天的 那幾個劇 基本上 就是 你不是說 關係有多好吧 認識肯定是認識的 所以的話 就會調侃啊 呀送他 怎麼不送我們啊 然後就乾脆都請了 真的就 甚至有時候就是 這麼簡單的理由 就是老 老輩想太多 啊 對啊 你不講了這個 我差點也要忘了告訴你們了 就 好像是走路天吧 還是今天還是走路天啊 沒有一下 那個聊天 呃好像是 是 是 今天嗎 我沒有夜 呃 好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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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還是 新天啊 我看一下 湯的 那已經到我恆店了 我一天到的吧 呃 對 昨天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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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看到你媽 就是 呃 出發去你爸那裡頭 帶一行李箱 關鍵是還帶了四大箱 呃 還帶了好多辣椒醬啊 就 就你媽 就是做了好多那種辣椒醬 寄了兩大箱過來 兩大箱過來 然後那個 你 你媽也才收到不久啊 真的 又 又也不知道 好像你爸這個好像也是要拍 三個月左右 好像是 是 是9月還是10月份 預計的這個時間 好像是這個時間的 然後 呃 可能會有一大 蠻長一段時間是 不能回北京的 又說要把那個 嗯 你媽 就是 他媽媽做的呀 他媽媽做的呀 又說張媽媽做的呀 然後 他 呃 如果說是放在北京這裡的話 就是很擔心說 哎 不吃啊 或者怎樣的 然後就放著也挺浪費的 然後他 呃 過來的時候他就開了一瓶 他他就開了一瓶 然後又收起來了 然後又讓你們那個 又讓你們那個 他媽拉姑去順風 呃 順風了以後 還順了四個大行李箱 就他沒有放去 沒有帶去機場耶 沒有帶去機場耶 就拿了個四大箱 然後去讓順風給他送耶 就啊 你媽真的很好玩 如果說是推著這個去 去那個 推著去那個機場 推著去機場的話 然後去拖運嘛 到時候再拉就行了 他很 他嫌麻煩 他嫌麻什麼煩呢 就是 就比如說 就是人家開車送他去 去機場的時候他很煩說 要把那個機 呃行李箱還好推來推去的 然後他就 他就提前寄出去了 然後他跟 你們湯的也寄走了 然後你他他們去橫店的時候 或是昨天 他們去橫店的時候 然後就 就是行李箱比 人先到 所以我覺得大標哥真的好慘 懂嗎 大標哥真的好慘 要給你爸做一個保鏢 就算了 還要就是收行李箱 呃 還要去拖行李箱回家 那種事情讓你爸做啊 但你爸身邊那邊 就是做這些事情的 也是大標哥啊 因為小標哥他們都還沒有過去嘛 都還沒有過去 還是跟你媽一起過去嗎 行李箱先過去的 行李箱先 呃 先先過去的 然後那個 那個那個 人後面過去的 那麼昨天到了啊 昨天到的時候 行李箱都已經先到了啊 這三個人就一個人 背一個 背一個包 就一個人就背一個包 這很離譜 不是 就以前的話 你媽基本上就是 也是背一個包過去 過去以後衣服鞋子 什麼之類的 都要重新買 都買新的 我然後 然後我跟你們講 呃 並不是說他 你媽 不是你爸 不代言一些 就是說不代言 361啊 這些之類的 然後他們就沒有新衣服 其實還有很多新衣服的 像 呃 像那個 就是你爸 就是像 像那些牌子的衣服 有時候還是會 會有的 然後 你主要是 為什麼現在就不讓品牌這邊 送送衣服 送衣服 送衣服 是他們要太多的衣服 沒穿過了 然後 就是 然後關鍵是 有時候是 你媽經常空手去你爸那裡 然後 她又穿不了你爸的那些褲子 然後又會送很多過來 然後每次去都都 每次空手去回來都提一箱 他們家那個行李箱 光是行李箱 有14個 你們敢信的 14個行李箱 就是你媽 去 經常去去去看你爸 去去看你爸 然後那個 去看你爸 是 她就 她就拎個包 懂嗎 她就拎個包 鞋也不戴 鞋就是 腳上穿的那一雙 然後 衣服只有身上穿的那一雙 換洗的都不戴 然後一過去 一過去以後 連內褲這些東西都要重新買 都 連內褲這些東西都要重新買 然後 你代言品牌 代言的 然後你 有些衣服是真的不用你買的 然後會送 會送 每次去的時候 都會拎一個行李箱回來 就是一堆衣服 就是她去那個地方 每次去都是 然後一拎一拎 然後太多了 你知道嗎 那個有一個房間 就裝這個東西的 裝的太多了 裝的裝的太多了 然後那個 她自己也意識到有點過分了 然後所以這次 就是出去拎東西 就是沒有讓你爸再買了 然後也沒有再說 哪 寫什麼信 因為我太多是沒有穿過的了 對啊 然後這次是自己帶的 沒有讓你爸再買了 之前的時候過去看你爸 都是空手過去 每次回來都兩三個行李箱 真的 每次每次去都是空手過去看你爸 回來的時候 起碼都要提兩箱 兩個行李箱 很大的那種行李箱 大馬的行李箱 每次去都是空手過去提兩箱回來 哪次不是勒 因為每次去人家送的時候 他要回來的時候 又要去買兩個行李箱過來裝 然後越買越多 之前也在橫店裡住過兩三個月的呀 怎麼沒有 所以他每次去我就說 最少都要兩箱 真的 每次去 你主要是他那衣服是不花錢的呀寶貝 那衣服是不花錢的呀 他去一趟頂多也就花個行李箱的錢 那些行李箱很貴嘛 就兩個行李箱很貴嘛 也不貴 他空手過去的 然後每次回來都拎很多 然後就是你過去看那些東西實在是太多了 他自己也知道很過分了 然後就自己 然後就自己帶了 然後他們還問 什麼 我說有一箱是那個辣椒醬 對啊這好物語 連夜搬行李箱 每睡也好 走後點 不知道 不知道 反正就是寄過去的時候 是 是讓你大標哥收的 又 又不是寫你爸的名字 寫的是你們大標哥 對呀 你們那個 阿姐錯錯過了 沒有啊 我今天晚上直播啊 你有什麼好錯過的 現在來不一樣嗎 不貴 但 在家裡 對啊 那行李箱不貴 但是你是想數幾個 數幾個 你真的還要特地找一個地方放 對 對 就是 滿無奈的 知道吧 什麼 什麼感覺又要租多一個 沒有 沒有吧 現在也不用啊 你爸他們都正常這個樣子 我是說的是北京那邊 北京那邊太多個行 太多行李箱了 媽咪要小心狗狗仔 恒店有狗仔在拍你爸 嗯 我說到這個我覺得蠻好笑的 蠻好笑的 現在就是原本的時候你爸還沒有去恒店 他們那邊都有那些 待拍什麼之類的 你爸現在一過去全部盯著你爸了 也正常啊 你媽 他們爸那應該也會去耶 但是也不會說是經常去啊 他們應該也會去 但是很多的一個情況的話應該也不會去 那恒店這個地方你媽多熟啊是吧 這太熟了 他不想要你拍到他 不想要你看到他 方法多的是 哲漢聰明真的 是嗎 他放頭 行吧 還好 今天撞頭了 撞撞撞啊 撞就撞啊 什麼 好憨 呃 就 難怪姬老師又不高興了 他什麼時候高興過啊 他什麼時候高興過 不是 原本那時候 你媽沒 你爸沒去的時候 都是 去 找他的呀 懂嗎 就是原本那時候都是去 呃 都是別人自家 自家 有自家的 帶拍什麼之類的 然後去的以後 我後來都 跑過去拍他的 就是 有時候 也也挺無奈 啊 我們家一直被姬老師家舉報 不是這有什麼好破防的呀 蛤 帶拍跟奶茶事件 讓 雞嘴老師 呃 讓雞嘴老師 很 很 破防 他這有什麼好破防 我是 不太 不太懂 這有什麼好破防的呀 他這這這這樣我 不是很懂 他比他好看 比他敬業 比他有流量 啊 你這也是還好 也還好 哦 我覺得很 很OK 什麼 這一次的 裝罩 怎樣 呃 我說 我說實話就是 嗯 呃 我覺得現在這個是找對了一個 是找對了一個 裝罩方式 你們說 我說實在的啊 特別是這一類的武俠也好啊 是怎樣好 我不太喜歡那些就是那頭髮 是 烏黑優亮 烏黑油亮的那種 烏黑油亮的那種 你想想看你又是一個 你是一個武俠 呃 闖蕩江湖 呃 在江湖上面一個 風吹日曬 是吧 風吹日曬 你雖然說蘇昌和他們家就是 蘇家是很有錢的 但是他們之前是要常年在外的 你那頭髮啊 就弄成那種 烏黑油亮 其實真的很不對版的 呃 我很喜歡那種有點蓬鬆 知道吧 有點蓬鬆的感覺 你甚至可以沒有瀏海 就是你你那個給人感覺這個 頭髮有點蓬鬆 然後營養也不是那麼 營 沒有那麼營養 營養 有一點點的營養不良 但是又沒有那種 又又沒有那種說啊 乾枯的像稻草的那種感覺 他主要的就是這種就是 應該是說 風吹雨打 一種叫風霜感 一種叫風霜感 然後還有一種是江湖感 給我 就給我有種感覺 就是他常年混起江湖那種 你要是那頭髮 是吧 你的頭髮就是 烏黑油亮的那種 那那種 你們不會覺得就是 就很離譜吧 就是 對啊 一天到晚的是吧 一天到晚的忙的 不行 然後又又那個 就累就是 就是要出去什麼殺人啊 做什麼潛伏啊 在暴曬什麼之類的 你吸皮嫩幼 然後 那頭髮烏黑油亮 你不覺得很違和嗎 是不是 我說的不是說那種什麼蓬鬆的 我是說像你爸他那種 你不要輸的烏黑油亮 所以我就說現在他這個就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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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木魚的這一次的這個裝罩 我看了我是很滿意的 很滿意的 而且這蘇木魚喜歡的顏色 也也事實上也是那種 是墨綠 懂嗎 墨綠色的那種 你就是原 人家的原話又是耐髒 又好看 低調然後又耐髒 原本就是一個 就是這個理由 朴實無華 我跟你講這個墨綠色的 那個 那種 你衣服啊 很朴實無華 你們知道什麼叫很朴實無華吧 就是 對 就那些蘇木魚 為什麼喜歡 黑色搭配搭配墨綠 第一個 是因為 就是我要穿的 就是我看的 我我家並不窮 然後給我給人感覺就是 我穿的衣服 還有一個 呃 質感這塊的 我是屬於一個大世家 世家大世家出身的 然後 但我並不會穿那種五顏六色 那種顏色衣服 是因為我這個家族 他是幹殺手行業的那種 還有一個是低調 他又有低調 低調還有一個是什麼 是耐髒 耐髒 耐髒 暗和傳跟歡瑞有什麼關係 我我聽 我我那個我後面 就是我之前的時候 你們不是說是歡瑞出品 然後是優酷 呃歡瑞出品優酷 做播放平台嗎 啊 我之前還說是 臥龍鳳組組合 後面後面就是我 呃他們告訴我說不是 然後我就去問了一下 所以後面才知道是 歡瑞原本的時候 他是有這個版權的 但是沒想過要自己拍 他是他賣出去的 他賣給別人了 他賣給別人了 但是導演跟那個跟編劇這塊的 是那個歡瑞旗下的 就是就是他這邊有些人是歡瑞的人 但是呃 不是不是歡瑞的出品 因為原本的時候 嗯 那個歡瑞沒想過要把 暗和傳這邊拍成人 你知道吧 但是我我還是那句話 我還是那句話 就是這個這個臥龍鳳組有一個在 你都覺得心驚膽震 所以呃就是 原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臥龍鳳組組合在的時候 我是一點點的期待都不敢有 並不是說沒有 是不敢有 不敢有 然後現在就是臥龍跟鳳組 少了一個臥龍了以後 我就覺得有鳳組在的時候 起碼就是 就是本來都已經當到了地骨的這個心 可以稍稍抬到地面上來了 這個這種 知道吧 有沒有有沒有那種感 有沒有那種感覺 就我知道他 因為他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員是歡瑞的 並不是歡瑞投資的 所以他就是會帶歡瑞的演員 是是是正常的 知道吧 這種叫瓜分 這種叫瓜分 所以就是但是在那個演員的主體上面 這裡的話是有 就不是歡瑞的主體 知道吧 就是整個故事線的一個 歡瑞啊 比如說像那種男主女主這種跟歡瑞 還有那種男二啊 那種 就跟就是歡瑞沒有多大關係 但是 他多多少少也是跟歡瑞有合作的 畢竟因為那個編劇 作者跟跟他一些人是歡瑞的人 反正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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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那句話 臥龍跟鳳組都在的時候 然後我我只能說這部劇 毀的概率是99% 然後突然間窩瑞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窩瑞 然後你那個 就是鋪該的 就是不硬 不是說鋪該 這個是鋪劇 就是爛劇的可能性的話 還有降低一點 我感覺應該會有70% 70%是會被剪爛 但是起碼有那個30%的一個期待值 是不是 但是如果說你們說出品方式歡瑞的時候 的話我就感覺是99%這個劇可能會爛 懂嗎 就雖然說它是有期待值 但是那個期待值我並不會說是要期待很高 就並不是說社會這個期待值並不是說是很高 不是說阿库跟阿里去年分手了嗎 我沒有聽說耶 沒有聽說 就沒聽說 你想想看騰訊他都能分影視娛樂跟那個 跟樂文是不是 這種內部的東西 因為因為優酷原本的時候就是被阿里那邊收購的 所以你這東西 我跟你講 你換那個家換那條褲子 他爹還是他爹是吧 血液裡的東西 是吧 他可能會出去工作 也可能會去幹什麼的 但爹還是爹啊 不是什麼編劇原作的應該還好 就是這個跟這個班底沒關係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說了嗎 這個班底 你搬不接是很可惜的 其實他接了以後就還好 接了之後還好 就就就 我是覺得這個班底是出好篇的概率很高 但是這個平台跟這個出品方就是一半一半 就那樣子了 什麼阿姐雞嘴哥有瓜嗎 煩死這個人了 啊 我上次直播不是有跟你們說過嗎 他有什麼好講的 我上次直播的時候沒有跟你們講他的富婆粉都脫了嗎 好多都脫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不是還跟你們開玩笑嗎 我說就是他如果說保持著那種釣魚的情況 就是大家看得到吃不到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呃就別人還會捧著他一點 但是這種關係一旦發生到了實質性的實質性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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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步了以後的話 就是你的功夫能力 就是懂嗎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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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話 那 那你就是 是不是 你還不如調著別人呢 要不然你真 真要你 幹事兒以後 你都不成事兒 那人家就覺得你就是個中看中看不中用的WF啊 知道什麼叫WF嗎 就是廢物啊 啥能力啊 這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就是就是實際行動的能力啊 那原本的時候是吊著你就PUA就可以了是吧 你PUA就可以了 你吊著啊 吃不到的永遠都是最好的 你一旦讓別人吃到了以後 你能力又不济的一個情況下面 你的風品就不會很好 我之前不是跟你們說了嗎 他在圈裡面之前的時候 就是因為發生了實質性關係以後 導致導致那個富婆粉大批量的脫粉了 然後也好風品就不太好 是什麼風品呢 就是他就是drama的能力 懂嗎 實戰性能力不好 什麼 是不是是不是 就是 2 minute 2 minute 我上哪知道他是不是2 minute呢 我上哪知道 我又不耗這一口 我又不耗這一口 反正人家說是真不行 那我哪知道是哪種不行啊 是不是 是時間短的問題 還是本身就是 就是短小啊 是不是 那我上哪知道 我只知道是實戰能力不行 然後面對導致那個富婆粉大大規模 就是脫粉 是啊我說的就是他呀 你們自己又問他的瓜 說了又不聽 我上次直播都說了 上周星期 上周四星期幾直播來的 我說過了 你們怎麼回事 但是 好煩喔 我上周 我上次直播明明就說過 然後現在又問 都已經這樣子 他都已經這樣子了 那你 就是瘋一下怎麼了嗎 神星姐姐的新劇 你怎麼看 用腳看哈 神星姐姐的劇怎麼好看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劇 就是劉亦菲這個玫瑰的戰爭 這個是玫瑰的戰爭嗎 還是玫瑰的故事啊 這個黃一玫這個片名叫什麼 叫叫什麼 我是覺得這個劇 沒有太多的一個亮點 但是也沒有過多的就是硬傷 玫瑰故事是吧 就是這個故事沒有 就是這個這部電視劇 沒有什麼高光的地方 但是也沒有說是那種能量 就是讓別人 就是說去吐槽說這個劇 哎呀什麼爛劇什麼的 爛劇不至於 你說好劇你就一般般 你說爆了嗎 一般般 爆了嗎 你只能說就是 比如說現在你說 啊他紅不紅火不火 我只能說收視率就是還好 就比還好 但是離那種爆熱爆劇 還是有一點距離的就是 但是他也他收視率也沒有那麼差 也沒有這麼好 就是無攻無過 哎你就劉一菲的劇 他都不會 知道吧劉一菲的劇啊 就很難鋪接 劉一菲的劇很難鋪接 但是也很難有那種超級高光時刻 就是你比如說像劉一菲 他最近也演了不少電視劇 他跟那個李憲那個也很好看 但是那部劇我就是 就給人感覺是蠻下飯 就還好 但是他不是那種熱爆劇的那種典型 是屬於那種比較受歡迎的下飯 所以的話他的收視率不會差 但是也不會爆 懂不 不會爆 他的收視率不會不會爆 但是也不會爆 就是一般般 就一般般 清雨一年二也是1.6 1.7 不是你們要知道1.6跟1.7 現在已經是屬於奇蹟了好不好 你現在有哪個劇是真的那種收視率真的好到不行的那種呢 我都說了清雨年2024 他一定會為壓一年的 你信我 懂嗎 2024出不了那種是狂飆的那種劇的話 就要被清雨年二這部劇壓一整年 懂不懂嗎 這就是就是這部劇賺不賺錢 就是賺不賺賺不賺錢 還有他的那個收視率還有他的廣度是怎樣的 資本比比我們還清楚好不好 清雨年這部劇也是賺就是賺到人 就是怎麼說呢 船長水賺 肯定賺的呀大賺特賺 他第三部大把錢 我都說了你20年不出出不了狂飆這種劇 你就壓不了清雨年二 那誰要他央八的收視率呀 他要的是線上收視率 現在的收視率 現在的收視率 你也要把線上收視率給算上去 因為線上你知道為什麼收視率跟線上收視率 其實這兩個是兩回事呢 因為他收視率是電視的收視率 然後那個線上收視率是平臺的收視率 你平臺的收視率的話 他跟收視率還是差差的很大的 因為他收視率這邊的話 他就是很明白的告訴你電在電視上面看 是誰在看 然後然後線上的話水分很大 線上的收視率水分很大 但我據我所知 幸運年這部劇 呃 掐掉水分了 就是收視率跟線上收視率都是很厲害的 就你 我跟你們說這錢肯定賺 肯定賺的了 浙江衛視波的親愛不如俊子 從結婚開始戀愛 我就很想問現在誰很care這種事情 只care這部劇好跟不好 這care這個劇賺錢還是不賺錢 就是像你爸這個狐妖這劇 你說賺不賺錢 無功無貨 不虧也沒大賺 狐妖啊 狐妖這部劇啊 沒有賺很沒有大賺 但也沒有虧 哎 二零二十五還是那句話 二零二十年沒有一部狂飆 這種現象級的熱劇 二零二十年他就是慶雨年的天下 那目前我去看了 我我瞄了一眼那個 瞄了一眼過省的那些那些劇啊 我瞄了一眼過省的劇 我只能說哎 真的是 怎麼這年頭 真的錢難賺死難吃 就無功無過哎 就那樣 就無功無過 真的啊 我去瞄了一眼那個過省的人 下半年要播的劇 我只能說 錢難賺死難吃 做觀眾真的好難啊 封過劉痕 封過劉痕 封過劉痕它可以是好劇 但是它不會是熱爆劇 因為本身封過劉痕的題材 就不是就不是爆就是不是爆熱的題材 你知道你知道行貞的劇的天花板是哪部劇嗎 沒錯 就是你們知道的重案六祖 但是重案六祖這種現象級的行貞劇 呃 就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 經典的比較很厲害的行貞劇 都是以前的老劇 現在的新版 新的做的行政劇都不太行 就關鍵是這個題材本身 它就不是爆爆爆火的題材 知道吧 封過劉痕有過省啊 但是它是在排星啊 它在排期 封過劉痕這部劇是過省了的哈 是是已經是可以再放了 但是這部劇呃 呃是是衝著新劇去的 它不會隨隨便便就就會就在平台賣的 重案六祖呃太可怕了 西方現在不給播 所以重案六祖這個這個劇 你葛現在拍肯定過不了省啊 太現實了 你重案六祖裡面的劇啊 太現實了 包括一些體制內的一些什麼關係什麼之類的 是過省啊 但是你要你要明白什麼叫爆火題材劇 行政這麼多年的行政從來都不是爆劇 就是爆點的一個一個劇就是的題材 不應該是說他這個劇組做不好 是這個劇組哪怕做到了一百分 他這個題材就就注定的不會說是那種大爆特爆的那種 你你只能說他這個劇要是出來的時候的話 一個是他偏證據型的還有一個是他口碑好 然後這個劇是瘦重面 瘦重面他肯定不會說是特別大 但是他只要有好評那就OK了 是的 瘦重面小對 行政劇就是這個樣子 白夜追凶 白夜追凶是好看 但是你要相信白夜追凶他也不是爆劇 他只是他只是說這一類題材裡面的話是新出新出的 就白夜追凶啊 他是這一類題材裡面 新時代新時代就比如說像我們先進的這個 21世紀的一個先進時代 白夜追凶的還有一個暗夜者 推薦你們看的 暗夜者 就是這種題材他那個 呃他會是在內類裡面會比較會會比較出名 比較出名 但是你說大爆他不會爆的 因為這種題材真的很很偏門 這種題材劇咋賺錢 我跟你講拍這種劇基本上是不會虧錢 但是也不會賺錢 懂嗎 行政劇啊行政劇 因為他的成本並沒有你們想像中的這麼大 法醫勤明也是屬於那種小規模的小規模洪 法醫勤明是小規模的洪 沒有沒有說是樂劇現象 就是這種劇他 投資並不需要很大 所以虧本不至於 但是他不會大賺 懂嗎行政劇啊他不會大賺 你看中暗六組這個劇 就是夠夠夠國民級了吧 夠現象級了吧 夠夠夠現象級了吧 然後但是中暗六組四步下來 一直一直在虧錢啊 中暗六組的那個融資各方面的時候是 真的啊你們看那個中暗六組 你就感覺啊那應該是和炮大賺特賺 沒有耶中暗六組四步都在虧錢耶 就甚至請就是甚至有時候演員 演員都是要很低的片酬出演的 就全部都是衝著口碑去的 呃你你是說進入了一個一個比較高科技的一個時代 哇白夜巨胸是挺好看的 呃我我還是比較推薦你們看 暗黑者 對我是 現在拍劇啊 現在拍劇就是追求是什麼 追求就是賺錢 都衝著這個去的 你一旦想著全部都是想著賺錢的以後 你一直想想的東西都是怎麼賺錢怎麼賺錢的 以後就很難在那個了 就很難就用心把劇給做好了 以前的劇考慮的是什麼是 呃你只要不虧就行了 暗黑者是誰演的 郭晶菲呀 郭晶菲跟李倩他們演的呀 還可以的呀 我喜歡 中暗組的演員賺了很大的路人 是的是的 但是這個中暗六組這個劇是真不賺錢 還虧錢呢 第2第3第4部 仇拍起來的時候就是壓力很大 因為怎麼劇組沒錢 暗黑者我是比較推薦的 對郭晶菲的 對 對 真的很好看 美劇的CSI 嗯 也可以 還有心理犯罪也可以 然後 呃 你如果說是你們不嫌棄時代 比較久遠的話 你們可以看一下國產劇的案發現場也很好看 沉默的證人這些也很好看 但是我我推薦你們看這些劇的時候不要再半夜看 因為如果說是你們呃承受能力不是特別能接受這種的話 就是不要再半夜看 因為有時候會被嚇到 暗黑者是可以晚上看到的 就比如說像那種沉默的證人啊 像這種呃像這種呃案發現場啊這種劇 怎麼怎麼個個都在跟我說說你阿爸今天很興奮撞到頭了 我知道了呀 這不需要你們講的呀 那包打天的媽媽 你早就跟我說了 說你爸今天撞到頭了 出表情包了他 我出表情包了你吧 啊公主人你爭氣了哈 哎呦笑死了 平凡的瓜就有吃嗎 你說你說死豬跟無壘的嗎 這有什麼好好不好吃的呀 你讓他自己掐又醒了呀 你讓他自己掐又醒了 死豬那瓜來來回回不也就那幾個 哎我懶不懶的提他 什麼你阿爸阿媽的東西都已經講完了 他們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剛才他們在說口哨歌 那口哨的也講完了呀 那有什麼的 所以我有時候我就覺得比如說像你們說 哎呀那個雞嘴的粉絲又破防了 啊那個他又怎樣怎樣了 其實我每次我聽到這種話的時候 聽到這種話的時候 我很多的感慨就是 他都這樣了 他都這樣了 就是你還要怎樣 我經常會有這種感覺就是 他都這樣了 對啊真的就是 你你你像那個 咱再看不起 咱再看不起 咱再看不起那個 那個那個 咱再看不起咱們的那個 煩場啊 咱再看不起煩場 人家都有一樣是 是拿得出手的 是吧 就比如說人家的一些實踐 實踐能力還是拿得出手的 哎呦 你像一些實踐能力還是能拿得出手的 但是 你你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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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你的實踐能力還是能拿得出手的 你看雞嘴 就這個實踐能力一拿出來 粉絲掉完了 什麼 可是兔子眼裡面根本沒他 哪個兔子啊 哈 什麼什麼東西啊 那那不然 那不是實踐能力嗎 就是實踐能力啊 那不然呢 你們是什麼實踐嗎 你們跟我說一說啊 就是實踐能力啊 啥實踐啊你 要解釋得那麼清楚 哎真的是 別看網易黑稿 就 就還好就這樣子吧 就這樣子吧 因為 很難講啊 是真的啊 很難講啊 這個這個 我都說了實踐能力不行 那現在口碑就這樣子了 關鍵是他拍的去 拍一步 一步 拍一步 鋪開一步 其實也很難的 就 就你們就知道是那種 什麼 什麼 口 口皮 就這樣子了 就這樣子了 什麼 財虎 呵呵呵呵呵呵 財務小章寫的文 寫的文太太 就 就粉雞嘴 雞嘴了 沒有啊 那 那 這樣子都能 這樣子都能粉雞嘴的話 那就說 那就說明 就是 這種人也就這樣子了啊 本來也是衝著錢來的 是吧 本來就是衝著錢來的 那你還想要他怎樣呢 壁台了 是 那個太太就收錢了 蛤 呃 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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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呃 我對這些人都挺無所謂的 對啊 無所謂的 不是我前面有講你媽的 他們就是 也剛到 但是現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消息給我 他沒有什麼消息的話 我就很難說什麼的 我很難講 就是他們現在有怎樣了 因為你媽也是昨天她 她昨天剛去 可能會有 什麼好事 會有什麼好玩的 才會 才會再講 都會出來吧 只要有出來 我會跟你們講的呀 你主要是這段時間也忙 我並不是說是一直 一直說是有空 一直有空來 一直有空來 來上來 對啊 蛤 什麼 呃 公老師現在在一頁內 什麼 位置 你是說實力派這一塊的話 怎麼講 因為公俊的民生是很好 很好集資的 知道吧 就是很好 很好找投資商 俊俊他是很好找投資商的 但是你又說康位的話 就是你只能說是在三線跟二線之間的這種 就是平衡啊 他的演技不是一線級的 他是但是他有二線三線級的那種 表現 但是他只有二線跟三線級的表現 再加上他有吸引投資的這個能力的話 其實這個已經夠他在螢幕上面了 知道吧 已經夠他在螢幕上面的那種了 現在的責恨在他眼中做什麼都是對的 有時候我會覺得就是 懂嗎 就是欠債了以後啊 嘴巴都軟滿了 以前不是嘴硬嗎 湯啊 就是有點什麼 還會暗暗吐槽 現在日子漢在他面前放屁 他都覺得今天 是他今天晚上 就是他們今晚上吃得很好 這個日子過得太好了 懂嗎 現在你們湯的那種感覺啊 就是以前大家去吃燒烤川西 川西了以後 噢蹲廁所了他要跟你吐槽 他要跟你吐槽的那種 就他是那種懂嗎 然後 現在他自從是 是 呃 自從是他是欠 他欠錢了以後 懂嗎 他欠人家人情 然後欠人家錢了以後 就是現在如果說是川西的話 他只能他還說到福利好嘞 哎呀你們都沒有老闆帶你去吃燒烤 我有老闆帶我吃燒烤 你們有嗎 穿西了都無所謂的那種 以前的話就是那種 就是帶吃燒烤 然後穿西到他要上去 他們說 哎呀今天就是吃燒烤沒吃好那種 哎 哎 你爸想吃想和演員比 就是就是就是想當演員就和演員比 我說的就是演員這塊啊 如果說是你爸在演員這個 就是在二線跟三線之間徘徊啊 離一線很很遠的 離一線還有很大的一段差距 但是他現在就是在螢幕上的表現是合格的 你也就是就是合格 沒有說是還有到那種 突就是就是那種 可以說是要突破那種一線的那種地步 他現在就是在二三線的那種在徘徊 因為原本的時候他的演技 我跟你講真的是四五線的那種 哪些算是一線二線 一線的這種肯定是周遜啊 呃就是陳昆他們這些是屬於一線的呀 有人問阿爸在流量這邊怎麼比 就你爸現在還是top0 就是流量啊還是top0 這個就是如果說那些流量的人還沒上來的話 你爸想想望演員這塊進展的時候 然後的話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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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流量這個標籤很難 很很難那個很很很難很難那個 呃突突破 離一線那種狐哥他們這種阿 狐哥他們這種阿 一線這種阿 就是那種老細谷阿 這種叫一線阿 你你爸現在 進步很快了阿 以前的那個演技是真的沒沒眼看的真的 因為現在真的就是 他真的演技是從那種十八線真的猛標的 你爸進步是真的用眼可見的猛標 猛標 他是他想做演員 但是現在的話他跟那個流量阿 有點有點死不開 有點有點死不開的 也沒有辦法阿 因為那個現在那些流量阿 就一個比一個就是水分 水分太多了 水分太多了 你有些東西阿 你要只要是把去水分的以後 你就會發現你阿爸在流量這裡咖位是真的很大 你媽現在這個位置其實挺好的 因為他的演技有個二三線的一個表現力 二三線的一個表現力 然後他又有一個就是招商的招商投資的一個體系在 所以他並不缺戲來拍 知道吧 他不缺戲拍 他不缺劇本 他缺的是好的劇本 他現在面臨的是這個問題 但是那種如果說是那種很正規的那種證據的話 人家並不缺投資 人家不缺投資的一個情況下面 人家挑演員的時候的話就不會挑你爸 為什麼因為基本上找你爸的時候 哪怕你爸願意做配角 去做那種二三線的那種 就是二配三配的這種 別人都不一定會用 知道不 別人不一定會用 心力跟政武不缺投資 不缺投資 而且心力跟政武有他們 那就是習慣用的演員 就像政武有自己的班底 政武他有自己的班底 他政武這裡 那個男主角進東的那個王凱 這兩個沒有空才會考慮別人 還有胡歌 這三個沒有空才會考慮別人 你想想看 胡歌沒空王凱總有空吧 那個王凱沒空 近東總有空吧 那王凱跟近東跟胡歌都有空 那拉一塊 他是這種 就是政武他是這種 還有你看他的配角 他喜歡用自己的班底 那些老細骨他喜歡用這種 然後片酬又不高 他片酬不高 然後又是自己習慣用的人 又有默契 然後他就 他就不會考慮別的 然後你看像政武這種 如果說有自己用 御用的一個人員情況 然後他又不缺投資的一個情況 你說他考慮你爸的很可能性是 張開咒他才會考慮 張開咒跟那個 那個逆風趣的那個導演 會用你爸的 但是你如果說要到孔生他們這種話 孔生他們這種 基本上不會 楊楊就演政武 楊楊不算是那個政武的班底啊 楊楊演的政武的什麼劇啊 你演的政武的什麼劇 我看一下是什麼導演 如果張開咒的話 你就當我沒說 我看我真的沒看 不是你就算是 就比如說就算你 你不喜歡他 政武他就習慣性的用他們 雨淋淋 哲漢他也是需要一些證據來沉澱的 他只是在 所以他可以接觸到證據的這個時間斷掉了 所以回來的時候還是需要一個時間 還是需要很大的一個時間來適應這個圈子 楊現在好像都沒有去自從煙火之後 他不是還有那什麼凡人修仙 修仙傳嗎 除了凡人修仙傳以後 確實沒有了 我現在也不看那個 我也不看政武的劇啊 我就說到不是孔生的劇 我基本上現在很少看 不是孔生的劇 我都很少看 真的不騙你們 所以就是胡歌跟王凱他們的劇 像 就像大江大河夠紅吧 我也沒看耶 大江大河 郭金飛要演政武的劇啊 好班底的 郭金飛他去演政武的劇很正常啊 都挺好 這不是人家那個政武的劇嗎 是啊 都很好是啊 父母愛情我有看 大江大河沒看過 回我凡人修仙 是啊 我都說了 我看到是楊楊演那個 演那個凡人修仙 修仙的時候 我兩眼一黑 欸 無語 什麼 就還好啊 還好 其實我跟你們說 這段時間其實也挺無聊的 為什麼因為都挺安靜的 八卦沒有 要你們找八卦 你們也找不到 是吧 然後你們要看的那種八卦咖啡太小了 我還 我也懶得問 然後那種 大大花的那種 或者是那種 有點名氣的那種 瓜什麼之類的 都給你們吃過了 就很少就是 就是 有點事的 在我們在我們直播間很少有錯漏的 發現沒有 九五花 八五花 什麼四 四小花蛋啊 什麼什麼 什麼 五大金剛 什麼四大天王 什麼 港圈 金圈 護圈 七七八八 等 我們直播間全部都講過了 現在 啊 已經完全沒有什麼可講了 Gay不Gay也說了 Lib Libless Man也說了 哪一個是雙叉頭也說了 唉 是不是 我們有時候也覺得做一個瓜田做一個瓜田也有一種寂寞雲學的感覺 趙小雕的有後續嗎 還沒有耶 還沒有 他 他 他其實是掉了滿多資源的 你們都沒留意嗎 我 我感覺就是 這個事情也可能會有不了了之 但是他會 掉滿多資源的 作為一個教訓吧 是 RO7怎麼辦 該說說 你看我連香港那邊的 洪洪那邊的我都說完了 Taywin的也說完了 金圈的那些也說完了 上到導演 下到導演的孩子 下到新二代 呃 什麼80後 90後 什麼三 什麼九五花 八五花 小四天王 什麼 IDOL 流量 什麼七七八八 哪一個逃過我們直播間了 唉 心塞啊 金圈的沒有辦法 哪沒有講過 你們這幫人 什麼記性啊 我很早以前都講過金圈的東西了 包括以前 徐靖蕾他們那些東西 全部都講過了 還說金圈沒講過 還有之前的時候 我還講過 還講過 馮小剛他們 他跟徐帆的愛情故事 說說大如 唉 那個周勳的事情 不早講過了嗎 唉 我都說了周勳現在被人家失本 周勳現在就是 就是那個 被人家失劇本 懂嗎 被人家失劇本什麼之類的 下下 就是下全平台的 黑稿 黑油翼傳嘛 我知道 黑那個油翼傳嘛 雖然說那個油翼傳 其實真的挺難看的 那油翼傳啊 就是 就是你不能因為這句 這個部句難看 然後 你就說 就把人家以前 把人家所有的榮耀 全部都 全部都就是否認了 是不是 唉 真的是 有 就是有好品 有絲 你放心 他的那個尾款都還沒還沒結 這段時間還會有人 還 你會你會在各個平台上面 會會拿 你看到沒有 沒有拿任何作品去抨擊他 只拿武翼傳 你看過 你看過有人拿紅高粱來抨擊過周勳嗎 人間四月天這些抨擊過周勳嗎 啊 畫皮這些用來抨擊過那個周勳嗎 沒有吧 啊 上烏像風又像雨 拿這些來抨擊過嗎 沒有吧 甚至都沒有 是不是 是不是都沒有 那為什麼就只有油翼傳 只能拿油翼傳啊 就是因為油翼傳這部句 是爛句 今晚Y是誰啊 他出來演中意 你直接打名字啊 我只不過見這裡又不是說不給打全民 我說不打的時候再不打 我只不過見這邊是不 不限制說不能打全民的啊 對啊 都是用油翼傳來黑 你放心 等那個電影落地 電影的選決 各方面都落地了以後 你就不會看到有黑他的了 剛打了打不出來 那JYY是誰啊 JYY是誰啊 JYY是誰啊 誰啊 什麼稅務沒問題了嗎 誰啊 病病嗎 還是誰啊 欸 誰啊 你什麼啊 最近你是JJY吧 是吧 JJY吧 什麼JYY 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什么 那个税务倒台的一堆 讲一一一 讲一一 他这个没有在明面上面公布的话 这些补交就可以了呀 懂吗 就是就原本他的资源就很累 他他有没有这个税务问题 他的资源都挺累的 然后然后他怎么讲呢 他就算是有这个问题 没有明面上面讲的时候补交就行了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他有没有这个问题 他的资源都很累呀 对呀 他资源都很累的 一般般他资源 所以他是他是正儿八经的 想想走就是想走轻衣派 所以也肯挺肯挺肯吃苦的 知道不 哦对 阿姐知道金圈三公主吗 哎不点名了好不好 讲金圈的这边直播间有危险的 你你说哪三公主啊 你打信出来 我看看你说的三公主 跟我说的三公主是这么回事吗 你跟西装打飞还有谁啊 你认识说关小童吗 金圈三公主 这也叫三公主啊 我还以为你说寒雪 那寒雪正儿八经的 刘是谁嘛 刘是谁 刘是谁 我知道 我知道你说的李庄了 刘是谁 打他名字出来啦 我还以为你说 你都没到寒雪这个分量上面的时候 有脸叫自己公主 刘浩纯 刘浩纯啊 都没到寒雪这个分量的时候 算什么公主 真的是 算什么公主 刘浩纯 我每次看到他 我总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股 一股繁场的 看到一股伯格 衣博的那个 那个背影 刘浩纯 你是不是被我们伯格分裂出去的 对 文盲这两个字 刻在脚底板的那种 内核从来没变过 刘浩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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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非说他是什么公主 我是不承认的 我是不承认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这个刘浩纯怎么讲呢 刘浩纯怎么讲呢 必须要 必须要那个 要表态 哎 你只要 你只要想到 男友一波歌 女友好纯洁就够了 你说到另外那两个公主 我没有 我也没看到我做腰啊 我也没看到我做腰啊 就这样吧 好吧 那就这样吧 那周董表态了吗 那我觉得周董还要表态的话 我觉得他这些年也白干了 周董从 从我们国家还是很穷的时候 就已经表 叫台湾 叫台湾省了 我真的 我整整个台湾这里 有两个 我会觉得不需要说话的 一个是周杰伦 还有一个是一个台湾的女生 叫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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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这么发达了以后 他要跑出去跟你说 哎呀台湾是一个国家 他神经病吗什么事 他不玩微博 我觉得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垃圾场 你放个屁 你都要研究一下周杰伦吃了什么 就楼乐言还是什么 刘希言什么东西 要是我跟你讲 要是杰伦都能被我给奶梅了的话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好不好 交钱 交钱 我只能说 真的我只能说交钱 不是就刘乐言还是 刘乐言还是什么 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 一个马虎的一个 他也很早就来 中国台湾这边发展 然后在努力的在 我觉得他 他这个人的生活他都很好玩 很真实 很真实 他说他说 他在他现在在大陆这边 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赚钱 赚钱 还房贷 交社保 他真的很好玩 他真的很好玩 而且很真实 不是刘品言 刘品言我知道的 我是说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 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好 就是我就觉得他很好 我跟你讲 要是周董被我奶翻了 我觉得各家都应该听到以后 赶紧给我交钱不交钱 我就奶 猛的奶 真心实意的夸 除非是像 像死猪跟一波哥他们这种 实在是奶不动的这种 因为没有办法很真心实意 什么 欧阳娜娜 我觉得欧阳娜娜他们一家 都知道什么叫 食食物者为俊杰 你就算是 他不真心实意 你也只能说 他很会赚 什么 他家是 对啊 我十点以后我就下了 对啊 他就是 我只能说是很成功的 很成功的商人 就是食食物者为俊杰 这种 文奇战队后 弯弯的电影支援全掉了 也就是 就是挺 挺无所谓的吧 金马奖都不值钱 就还好 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在大陆这边 发展的很好的 一个情况下面的话 台湾的 就 就无所谓 我就看你们发什么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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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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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现在的讲都很水了吧 哎 真的 真的挺水 你 你 我 我准备下了啊 一会儿要带月月过去睡觉 哦 我看一下 我要是 我一会儿就把那个直播回放给放上去啊 然后 我如果说是明天 或者是 反正我是这一周 如果说我还有空的话 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时候播 如果说没空的话 我可能就要到下周了 你们也知道我这段时间要忙很多事啊 对啊 对啊 你们展的展一点八卦也好 或者展一点 我展一点什么 泽汉他们他们的事儿 都是直播的时候可以讲 是不是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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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快十点 什么 嗯 拜拜 我到时候你们留意一下我动态哈 留意一下我动态 我要是 呃 我有空的话我会跟你们讲 基本上我每周都会抽 就是如果说实在很忙 我每一周我都会抽 抽一天的时间出来跟你们直播的 你们放心好吧 我不会不会那种说 哎呀很久都都不播了那种啊 摸摸哒 哦 凤迪燕你你送了什么什么东西给我啊 哇 整个我整个界面都被一个小电视给堵住了 你要走了呀 不是就我现在我要下播了 我快十点钟 我现在我要哄小孩睡觉 要哄小孩睡觉 然后 啊 我看一下这一周了 看一下这周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空 有没有空 反正我每一周我都会抽一天时间出来陪你们的啊 好不好 不会因为了 不会因为搞钱这个事情把你们给忘了 好吧 拜拜 拜拜 不会把你们忘了啊 我每一周我都会抽一天时间出来的 你们留意一下我的动态啊 拜拜 哇哇哇哇哇 哇 那我们可以拍了 什么有事 你把你摔倒了 你摔倒了